那到底這個講要存在嗎 金鐘講這個事情喔 這樣會不會太大的問題 因為他就是一年一度的一個 拜拜大會 大熱鬧這樣子啦 不是不能存在啦 可是因為有太多人 還是滿在乎這個事情 那就力求公平啦 其實首先把綜藝跟戲劇 拆成那個兩天 就已經有點歹戲脫棚了啦 我倒是提出一個中肯的建議 是我講了很多年 但是人為言輕嘛 妹妹你要聽我的 說 一樣是大結構上面呢 依然存在雞腿與共玩的問題 商業電視台他做節目呢 他是要For什麼呢 廣告 要營收對不對 公共電視台 原明台 客台 這個是屬於公廣集團的部分 他們呢不管營收的 因為他們是政府的預算 預住的 他們擔任的是教育文化的責任 所以他們可以很努力的 做出有質感的節目 那你跟商業電視台 怎麼可以放在一起評選呢 完全在立足點上而不平等嘛 商業電視台他做節目就是為了要賺錢啊 所以他必須要著重什麼 娛樂性 好 公廣集團的節目 他不用管娛樂性 他只要管這個東西出來 有沒有教育 有沒有影響力 能不能為社會貢獻出什麼事情 所以這是他們著重目標 所以他們經費預算 經常比商業電視台還大 那就是因為他們肩負的就有點類似國家地理頻道啊 或discovery 這樣的一個功能存在 所以兩種既然不同的性質的東西 你把他擺在一起比 那這個就是荒謬之中的大荒謬 所以呢 好 要如何縮減金鐘獎的時間呢 因為金鐘獎我說過是大熱鬧大拜拜 應該把商業電視台聚在一起比就好了 公廣集團也很重要 他們節目應該另外設一個獎 我們有金嘛 金鐘金曲嘛 看金什麼 大陸是金雞嘛 我們看是金什麼 金羊還是金猴啊 金龍啊 哦 意思是 我意思是說 Anyway 他們另外設一個獎 讓這些有質感的東西一起比 有質感的 名模歸名模啦 檳榔西式歸檳榔西式 喂 就是喔 就是不同的東西 不要放在一起啦 他們自己去比啦 我們今天要辦那個夜市大車兵 一定是早來十餐 全部都臭豆腐 啊 下一集早來十餐都 還有耳朵 這樣才有的比嘛 啊我今天又是臭豆腐 又是耳朵 又是滷肉飯 又什麼比 對啊 所以不行的 這是絕對 而且這樣可以有效的縮短 舉辦的時間 你如果把公廣集團 另外設立一個更崇高 更優質的獎項的時候 那剩下都商業電視台 這樣子立足點 哇這我覺得會更熱鬧 更激烈 收視率一定更高 因為 老實講 觀眾真正收視的亮點 還是在這些商業電視台 產出的這些娛樂型的商業節目 不管戲劇或者 綜藝都是如此 對啊 否則我們看金鐘獎 時間很漫長 對 我一講啦 精彩的東西 五個小時 你都覺得像五分鐘 對啊 枯燥的東西 五分鐘 你會覺得像五個鐘頭 你會覺得無聊 真的不是他點裡有多長 都再怎麼長 你就十二點 再晚你就結束了 那是因為中間有很多獎項 是你覺得無聊的 或者那些入圍的 是你根本沒看過的 你沒興趣的 沒有共鳴 沒有共鳴 不代表他不應該存在 他可能更應該存在 因為那個就是 我剛剛講的教育文化的 重責大任 那這個東西應該要 另外設立一個獎項 他們就不願意啊 是之前我們提過 你也有提過 對啊 然後他們就說 那為什麼他不能參加 就他也是啊 他要一起啊 那是因為不同的類型怎麼比 你這樣沒人看啦 大家只看這些熱鬧的 對啊 那他也知道他自己沒人看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就讓沒人看了 沒人看了抽在一起比啊 哈哈哈哈 就是一堆沒人看的 比出一個誰比到有人看嘛 這樣自己也在比收視率就是 要不然真的不合理啦 對啦 香港沒有這個問題喔 香港比方說 他們刺刹風雲 十大流行金曲 純商業 他們的那個 他們的香港的電影獎項 或者是節目的獎項 也都比較就是商業娛樂的 啊不是不重視教育文化 是那個東西屬於另外一個 對啊 就是你要去吃滷肉飯 就去吃你的滷肉飯 你要去你的中央圖書館 就去你的中央圖書館 就是大家本來就是分類 好 希望有朝一日 玉琳哥當上評審的時候 可以改掉這一些東西 當評審沒有用 除非讓我當文化部長 我立刻提名 應該說才有機會改變 你只是有機會 因為文化部長還得聽 辰任院長 辰任院長還得聽總統 那台灣的社會 也是可貴之處啦 不是一個人說的算好了